我們主要是利用檢視與參照裡面 比較常用像Column跟Role 產生數字表格 再利用index函數去做分割資料 最後用replace函數 當然如果你不用replace 用mid好像也可以 把不要的部分 就是它的欄位名字給刪除 這邊欄位名字給刪除 就是假如這些資料 要把它搬到我們的1到G欄 本來是一欄的資料 把它變成四欄 上禮拜其實就是 等於是1234 分別放在1234 那如何把這個資料做分割 我們再用兩個方法 一個是index 一個是indirect 另外最後還有用到VBA VBA當然 也流程大概是1000 產生2到33的表格 再來是利用人事資料裡面 把資料一個一個的 透過呢 一個比對的 一個一個位置的 對應關係 把這個資料搬到這邊來 這個資料搬到這邊 那其實可以用range 裡面呢 我們VBA裡面是用range 那哪一個range呢 就是B欄裡面的第二 B欄的第三 B欄的第四 那其實後面決定 這個數字是決定那個range 這個物件的後面 例號在哪一個 從那個對應的位置幫我搬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這個表格 2到33的這個實際上是決定 我們要把哪個資料搬過來 所以直接把資料搬過來 不過搬過來之後的話 當然它還會有需要 就是把那個前面的資料給刪掉 所以最後我們當然 VBA裡面有一個去除欄位的名稱 用密的函數來做 最後有個清除欄 這個當然上個禮拜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對這部分還不是很熟悉 我建議回去還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怎麼樣把那個2到30的輸出 其實我這邊有透過i跟j 那第幾列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看這上面 第2列到第9 第4i等於2到9 直接這樣指的是這邊 2到9列 藍的話是4到4 4就是d d到7藍 然後把這個資料呢 直接輸出 那這個概念呢 其實跟那個 我們用那個color跟roll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那這題的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如果你對這一題其實不是很印象不深刻的話 其實可以把上禮拜 我也把那個影片傳給各位 可以再多複習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請各位開啟那個326這一題 那326這一題 難度大概又會稍微比那個325 還來的稍微難一點點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一題基本上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它其實也分成兩邊 左邊的部分 實際上是你來源的資料 右邊呢 就是如果當你 這邊有個下清單 當下清單 如果是選到哪一個班級 它會把這個地方 原始資料呢 哪個班級 比如一班 它會把一班的資料搬到這邊來 二班就搬到二班的 三班就搬 其實有點像篩選 把篩選的結果放過來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我今天呢 不是用BBA 我今天如果用函數來做 基本上難度其實就已經相當的高了 那裡面可能會選到哪一些呢 也許 比如說我今天 第一個當然是下拉清單 第一個就是這邊做一個下拉清單 這個好像應該還沒有完整的 一班 二班三班 那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當然希望 如果產生一個下拉清單 讓一班 讓人家選取的話 比如說你將來會有報表 那報表有1月2月 一直到12月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利用那個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做資料 資料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叫做資料 這個資料驗證 它在這裡 利用這個資料驗證 可以幫我做下拉清單 一般的話呢 要怎麼做這個下拉清單 第一個 郵標放在H2的位置 第二個資料驗證 點擊它之後 那可以看到 你預設的是正義值 可是如果你想要做下拉清單的話 記得這邊 把它點選 改成所謂的清單 來源的部分 它來源有好幾種方法 你可以直接選某個範圍 第二個是說呢 你可以利用什麼 如果你一班三班 這個是固定的話 你可以一班 逗點 二班 逗點 三班 那如果你四班五班 你一直往下輸入就可以了 那這個方法是 是第二個 你可以選擇 你的 比如說哪個工作版裡面的 某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輸入 這個是比較固定的寫法 那第三個 一般我習慣 我可以用什麼名稱 以後的話呢 按F3 把那個名稱 之前有講過 用名稱的方式 它就把那個 設定的那個名稱的資料 全部帶到 這個打清裡面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下拉清單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用哪個函數 或哪個公式 可以讓我完成這件事情 當我下拉清單 改變了 比如說一般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一般裡面的 後面的這個資料 比如一般 然後一般這些 怎麼區隔 其實這邊當然有很多種方法 不過如果我們今天是用的 是裡面的函數 那該怎麼做 當然請各位 先稍微想想看 另外的話呢 我們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有放一些參考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裡面 的那個我們是放在 檢視與參照函數裡面 那這邊有一個是 326的成績查詢 那可能會用到的幾個函數 大概就是if small index if 哇有這麼多個 那為什麼if if當然就判斷 判斷哪一個班級 第二個的話 small small的話就是 幫你做重新的排列 前面講過我們用過small 也用過large large的話是由大到小的 那small剛好顛倒 由小到大排列 那為什麼需要有小到大排列 基本上因為就是找到的 把它留下來 那不要 就是不對的 就是不是一般的 那就是用n來顯示 那如果將來我希望 數字排前面 英文字排下面的話 那我可以用small 那再用index資料呢 把我需要的資料 就帶過來 因為我這邊只是一個數字 那資料真實的 就把它帶過來之後 那最後的話 如果有產生錯誤 就用ifl把它過濾 大概會用到這三個函 這四個函數 請各位稍微 把題目稍微 就是 試試看 這四個函數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先把那個326的這個函數 這個範例先打開 那也試試看 要怎麼完成這個練習 會比較簡單一些 用到那個四個函數 分別是用到if 先判斷一下 到底它的班級 是不是一般 或二班 或三班 那再來的話呢 判斷我的 判斷主要是抓到 它的那個 哪一列 就是這個列 指的是從第二列開始 它是不是一般 如果是的話 就把它顯示出 那一列 那一列的那個列的名稱 然後再來 如果不是的話 就給一個n 那將來 n 如果用small來排序的話 那一定會把那個 這個小 數字從小到大 n的話 排在下面 那將來的話呢 再利用index 去真的把它什麼樣 那一列的資料 把它抓過來 那這個index裡面 當然你除了要給列的訊息之外 還要給欄的訊息 那藍的話呢 我們可以 因為我要抓的是第二藍 可是呢 我現在 所在的位置 是在第7藍 所以將來 藍其實可以剛好 把它減掉5就可以了 減掉5的話呢 剛好就對應到 這一藍 減掉5之後 剛好就是第二藍 所以可以把第二藍的資料 搬過來 然後第6藍 可以把第三藍的資料搬過來 以此類推 那做法上 我們按照順序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如果我要判斷 這個班級 假設說我今天選一班 好了 那我怎麼知道一班 這個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一班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我可以用那個 邏輯裡面的一幅 一幅裡面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假如先抓哪一個呢 先抓A2這個儲存格 這A2儲存格呢 前面這個 因為主要比是比A藍 那有沒有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H2 兩個相比 但是等一下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我會向右 向下 那所以 H2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先把H2鎖起來 那A2呢 A2其實不是固定的 A2的話 其實只有什麼呢 如果我向右 基本上呢 應該藍都固定在A藍 那可是列的話呢 不見得一定是 就是這個 所以呢 這個A藍的部分呢 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那列的話 因為等一下呢 我會向下 所以列的部分呢 其實都不變 就是我今天的話呢 就是其他列嘛 第二列第三列 反正一定是鎖A藍就對了 不管他今天呢 是姓名語文啊 其他藍都一樣 所以記得把這個A藍給鎖起來 然後呢 如果條件為初的話 那我就返還什麼呢 返還他現在所在的那一列是第幾列 那我這個列我可以用Row Row的話呢 基本上他現在抓到5啦 5的話指的說他現在所在的列 那不過我要的可能就是他這一列的話 基本上呢 相對於這個範圍 不包含藍位名稱的話 那是指的是第一列 所以我把它減掉4 減掉4的話 指的就是他現在是在 這個不包含藍位名稱的第一列 OK 那這個地方就會產生1 然後呢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不是一般的話 那我就輸出一個N好了 假設這個N是我自己取的一個 反正只要是一個英文 你用ABCD也可以啦 反正他那個數一定會 假如等一下用small 就會排在後面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向右 因為他還是會比的是 A欄啦 因為我剛剛沒有把A欄給鎖起來 向下 OK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今天呢 是一般的話 告訴你第一列 第二列 第四列 第六列 他是一般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變動好了 假設我今天二 二班 你會發現第三列 第五列 然後呢 所以其實利用這樣的方式 是可以比對的出來 但是呢 你還要再做第二件事 如果你現在這樣子喔 如果用index 把資料抓出來的話 變成說 怪怪的中間會 串一個什麼 那個N 那因為N的話 沒有辦法抓到資料 所以呢 我們可能在把那個第幾列的資料抓過來之前 還要先把它怎麼 重新排序 那重新排序的話呢 是從小排到大 那從小排到大的話呢 這邊我們前面用到small small的這個有沒有 那small的話 你要怎麼樣把這些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做排序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一個範圍 所以喔 這等一下small 會需要用到 所謂的那個正列的概念 你必須用正列喔 不然的話 你這個地方沒有辦法排序 因為你的排序 是在某一個正列裡面的比較 你不是說單單 某一個儲存格 自己本身的比較喔 所以必須要告訴他說 欸 我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你幫我比對一下喔 那個那個 那個部分呢 幫我做一個排序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這個地方 先做出 用if的邏輯先做出來 第二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果用small把它重新排序 排完序之後呢 再真的把資料抓回來 可是抓回來過程當中 會牽涉到 n的部分是抓不到資料 所以再用ifl 把它做一個過濾的動作 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喔 我要比對的 不是一個 某一個 跟它的比 而是整個範圍 因為small之後喔 它是範圍之間的 第幾 第幾小了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習慣是把這個再 複製過來喔 這邊的話就是 把它改成small ok喔 然後small怎麼加 特別重要 不過small喔 第一個 如果說你要範圍的比對喔 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公式先剪下 然後呢 外面再插入一個 這個 統計函數裡面的small 統計函數 然後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 特別注意喔 你可能需要改兩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講過啦 剛剛是由A2跟H2比 可是待會的small是 整個範圍 從這個 第二到第十二 去比較啦 所以比的話呢 一定是一個範圍的比對 所以請你把A2 A2這個範圍有沒有 本來是一個儲存格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A2到A12這個範圍 然後記得喔 因為它是 等一下我們還是會 向右向下 所以這個範圍 請你把它鎖起來 否則這個範圍會改變 我們基本上是比對的是這個範圍 A2到A12 另外呢 第二個要改什麼呢 改的後面也是 就是如果當它相等的話 那返環回來的也是 告訴我是哪一列 那告訴我是哪一列的話 基本上請你把第二個地方改一下 不是RA-4 而是在這個RA 後面你乾脆喔 也是刮斧裡面喔 加上A2到A12 也就是說它反正 將來比完之後回來的話 也是那個列號 那一樣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這個範圍呢 一樣把它鎖起來 所以等於是喔 那個small的這個比對的範圍 跟RA這個返環回來的範圍 這個請你把它改成是 本來是某個儲存格啦 現在就把它改成範圍 那再來的話 後面這個K的話 因為small是這個範圍的 K的話是 如果1的話 那就是最小 2的話呢 第二小 3的話第三 那所以 基本上喔 我們待會兒會有一個動作是 向右向下 如果向右其實還是 如果同一列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用什麼 用列 RA 來抓第幾小 因為同一列的話喔 都是 一樣的喔 就是抓 抓的是同一列 那如果向下的話 我要抓下一列 等於是 再往下 第二小第三 第四第五 那所以這裡的話 我可以用RA 那它現在 這個儲存格在的位置 是第五列 你可以把它剪掉 4 那就是第一 下一個就是第二 第三 第四 這樣的話就可以排出順序了 所以基本上喔 這邊是排出順序 這邊是去抓我要的資料 上面是抓資料喔 所以抓資料是抓一個範圍的資料 而不是單單指的某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所以 這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比較容易出錯的 剛剛是用A2 去比對那個H2 那這裡請你把它改一個範圍 是整個去比對 整個喔 OK 那因為 small 它這個部分的函數 需要是一個範圍 那另外還有 改第二個地方 就這個 RAW A2到A12 那記得 一定要前後先把它鎖起來 否則你等一下向右向下 它這個範圍會改 那另外呢 這個 K的部分 記得 用肉函數去減掉4 主要是因為它現在是第五列 減掉4 就剛好最小的 就1 下一個呢 就變成2 3 4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我如果待會按確定之後 它會幫我去排序 排列最小的 不過特別注意喔 第二個你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範圍 如果一個範圍喔 你要讓它 就是 全部去幫你執行的話 那需要做一個動作 在 Excel的函數裡面喔 需要 讓它 加上一個陣列 那陣列的執行 特別注意喔 它最後外面會有大瓜糊 那這個大瓜糊喔 第一個裡面一定是一個範圍 第二個呢 你必須執行的時候一定是按 Ctrl 加 Shift 加 Enter OK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這個動作差一個都不行喔 Ctrl Shift 加 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外面會包一個大瓜糊 這個有點像是VBA裡面回圈啦 那這個2到12 有點像 For i 等於2到12 那VBA裡面是可以寫很多行 但是在Excel裡面只能寫一行 所以當然相對的啦 感覺上複雜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可是沒辦法 因為在Excel 函數裡面 如果你要執行 重複的動作 第二列到第12列 你就必須Ctrl Shift 加 Enter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呢喔 它後面就不會幫你比對 它只會停在第一個 不會跑回圈 那我們向右 試一下喔 這個地方 向右 你會發現抓到是第二列 向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呢 欸 抓到比對完之後的結果 剛好喔 那這個時候的列喔 就剛剛是本來是 不包含 藍位名稱的列啦 不過因為我剛剛是用範圍 所以這個時候 是抓的是實際上它所在的哪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五列 第七 第十二 因為基本上都是一般的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切到二班的話 你會發現 第四列是不是二班 欸 沒錯 第六列是不是二班 欸 沒錯 好 一次類推啦 第三班是不是 八 九 十 欸 沒錯 但是呢 如果你要真的再把資料抓過來的話 必須要再利用這個第三個函數 那怎麼抓資料喔 再來其實喔 把這個small 再把它剪下來 當然剪的時候特別說不要剪到等號喔 再利用什麼插入函數裡面呢 上個禮拜講過那個index函數 index 把這個index裡面喔 array告訴他說 我的資料來源在這裡 因為剛剛喔 我們抓的是 有包含到 藍位名稱的那一列 所以記得喔 你在選array的時候 請你把第一列也選進來 就這個 那因為等一下 如果它抓二的話 剛好就是這一列 裡面的資料 一次類推 那這個地方請你先把它按F4 鎖起來 列的話呢 記得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就是我抓到最小的那一列 column的話是哪一籃 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g籃 g籃算下來的話呢 就是第七籃 可是我要抓的是姓名 來源是在第二籃 我現在的位置在第七籃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 因為等一下要向右吧 所以你可以透過column column 這個函數 小瓜糊 有沒有 它現在抓到的是第七籃 但是我要抓的是第二籃 所以請你怎麼樣 減掉多少 減掉 5 OK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 就做完了 但是喔 還沒有做 還有一個啊 就是你試一下 按確定 那確定的時候 因為剛剛我有Ctrl-Shift加Enter 所以理論上喔 它剛剛有把公式貼到這邊的時候 按確定看看 它一樣會把那個大瓜糊順便幫你包進來 所以理論上你這邊不用再Ctrl-Shift加Enter 我試一下 如果OK的話就不用再加 有沒有 這樣一拉過來 74 53 84 再向下 有 其他的 對不對 陳籃 沒錯 跳一下看看 二班的 正立 沒錯 然後 柳虹 沒錯 那 最後喔 因為底下還有一些什麼 緊的東西啊 緊開頭的 我講過 如果有緊的開頭 那其實 最後怎麼樣 外面再包一個過濾 掉錯誤的 那過濾掉錯誤那個部分的話 實際上就是一樣喔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再減下來 利用那個什麼呢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過濾專門 那個 緊錯誤的就是那個 if air有沒有 然後就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然後再過濾成沒有東西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注意一下喔 大瓜瓜還在 所以不用重做 然後向右 向下 放開 欸 你會發現喔 試一下 一班 對 一班全部抓過 二班 三班 OK喔 所以基本上喔 剛剛的步驟啦 其實這個對各位來說 應該是有點 不是有點啦 是非常 有點難度了啦 那可能要注意喔 我剛剛這個 改成這個過程喔 我有改這個 跟這個 好 所以你等一下注意一下 還有最後這個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特別注意 不是自己打上去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自己打上去的 這個大瓜糊是Ctrl、Shift、Enter 產生的喔 OK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 主要這個地方過了喔 後面index跟if air 我想應該比較簡單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好 感谢观看